未来政权的进入 加上土地重化 使得我们现代的年轻人 对土地的疆界 跟土地的传统意义 更加的模糊了 而我现在所占的这块地方 是泰武乡平和的牧棉林 而这正是当代政府 跟部落族人 对于谁该拥有 这块土地的结果 因为我们原来的 传统领域土地是这样 这个是南大五 然后这边是神社 然后这边是北大五祖宫 平东县泰武乡土地调节委员 孔德兴指责由部落老猎人 杨修正亲自首会的 旧平和传统领域地图 从传统领域到部落区域的疆界 原住民对于自己的土地长运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由于日治时期 在强权的划设之下 造成当代原住民族人 对于传统领域 与部落的疆界变得模糊 土地一旦与部落族人的 口述历史断裂 许多的问题便油然而生 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有一些是像东部这边 有一些是在后山 是我们的内场 在旧登山谷 云南到南大五 也是我们的内场 但是日本政府 就是中线变定阶线 但是要找临线 要找西流 所以我们纳姆达比的土地 就分在带五 但是老人家不是这样 我们怎么样化大海 也是说我们原来的转动领域众那边 现代的人不了解 然后尤其是日本 画了这个界线以后有没有 我们就根本不会去理会 这个就是我的 而自1980年代以来 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化设于环温土地运动 其实是一直持续的社会运动 但是对部落族人来说 还我土地 我的真的还给我了吗 现在当代我部落的传统领域 真的是我部落的传统领域了吗 面对日治时期的威权 化设的部落江界 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政策 跟面对现在蔡英文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 当代人实在是需要好好地坐下来 思考土地与部落的关系 才能找到前进的路 这个环温土地本来已经发霉了 已经没有人在谈了 因为没有消息 但是就说这个土地又给你们了 然后他的名称就是 那个土地补真兵 不是环温土地 当我们讲到环温土地的时候 政府为了不让我们去碰那个土地 他就编为保安领 保安领就是不可以动 我们现在挡到传统领域 但是我们是用现代的那个思考模式 去想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民国57年到60年 70年那些老人家都还在的时候 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是没有正义 这些界限就是那个界限 但是到这个我们怎么知道 谁知道要怎么样对峙 现在的人问题就是在这边 面对日治时期挫折的土地界限 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 以及蔡英文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 当代的部落人必须回到 部落与土地的历史 老人家口述历中的记忆于江界 才能找到前进的路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土地 真正的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回到我们部落料望台 传统领域是部落故事的舞台 一个土地名字就是一个部落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 就是要讲人与土地的历史记忆 在还没有进行我们的谈论开始的时候 首先要介绍今天来参与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从马家乡排湾村的 今天光先生 来请金先生自我介绍 好 电视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来自屏东马家乡排湾村 我叫巴格里拉斯 今天光 谢谢大家 好 马里马里 第二个 巴格里拉斯 第二位是来自莱玉乡的郑洪耀老师 来 洪耀请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洪耀来自屏东莱玉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能够临领部落料望台的现场 刚刚我们说过 一个土地的名字 就是一个部落的历史 在这边我想请问我们的金天光 我们的猎人 也是猎人 在我们排湾村的土地上 尤其在我们的传统领域上的一些命名 一定有它的意义在 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或者是新一辈的族人比较忽略的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来分享我们土地的命名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来 请 在我们传统领域 从这个从我们部落的这个命名的这个这个由来 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没有文字 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秘密 所以在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传统领域 包含了我们的土地啊 路啊 这个河流啦 溪流啦 都有它的名字 就是在我们在我们以前的文化老人家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 因为我们在山上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们跟家里人跟我们的左右领事说 我要到某一个地方 如果到某一个地方没有命名的话 他们会搞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耕种 或是在那边工作 或是在那里寄手类这样 是为了我们这个方便 让我们族人了解说 我今天要到哪里这样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白湾 有很多名字 在这个命名的这个由来 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个树很特别的话 我就到哪一个 阿瑞 那个有一个叫树 叫个名字叫做树 我刚才那里大树 去耕种东西 或是说去那边 在我们的田里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族人 有什么事情要找这个人 就会直接跟他讲说 那一个人是在那个树那边工作 这样就会直接冲到那边了 如果说没有命名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土地上 就有分这个头目的这个土地 比如说像我们排湾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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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很廣的 就是搞不清楚 所以為了方便而秘密 比如說在這個土地上 在這個馬路上 在這個河流上 所以這個秘密的由來就是 也為了方便讓族人知道說 人到哪裡這樣 是的 剛剛從我們那個金村長 我們的前任村長的說明 我們可以理解在部落的土地上 它有一個先大的劃分 是哪一個頭目的管轄的土地 那道家土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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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的地 然後在各個核心當家頭目的土地上 又有那個土地的名稱 對 這個名稱就是 我們辨識那個地方在哪裡 那村長剛剛舉例的是 辨識的比較基本的原則 就是以那個 特 就是能夠形容那一塊地是長怎樣 比如說剛剛說 去有那一棵樹的那個地方 那棵樹的那個地方 對 那棵樹的那棵樹 所以當然還有很多可能就是說 這個土地的意義 土地的故事 土地的樣貌 有的是 有的是 比如說吃飯吃飯那樣 家製家那樣 都是一個方式 那所以可見 其實我們原住民的 尤其我們排灣族的地名 就承載了我們部落的故事跟部落的歷史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這個議題能夠來找這個議題來討論 真的是一個對排灣族很有意義的議題 那等一下還有很多很多的土地命名的故事 或者是土地命名的價值 等一下我們還是會請村長繼續跟我們分享 那在這邊我想先請洪耀 因為洪耀他在傳統領域的這個策繪 的這個工作上有在進行了 而且是比較不一樣的 適用現代的科技 現代的方法 那當然那個部分我們後面再談 我只是想說在你 你現在已經開始在介入傳統領域的策繪 那你有沒有關於命名上聽過老人家 或者是你實際去參與去那個會策的這個經驗 有沒有關於命名上土地命名上有什麼可以跟各位觀眾分享 是 其實我們這幾次這兩年 開始一直在部落裡面去做這些田野調查 其實透過老人家的口述裡面有發現到 這當然是還沒有實際的去統計 所以我都稱它叫不負責任的統計 不負責任的統計 對 不負責任的統計 現在大概有七成 大部分都是自然環境特徵來去命名的這個區域 大概其他的三成可能都會是水點林林岸這一類型的 或者是那邊曾經發生過什麼樣子的故事來去做那個命名 在這個七成裡面的自然環境特徵 大部分幾乎大部分都是用植栽 就是可能當地的環境什麼東西植物比較明顯的 所以大家都會用這個當地的這個名稱 就所在地名稱來去命名 謝謝 對 所以有數據 雖然不是很負責任的數據 但是至少有數據 所以基本上也是以那個地形地貌 它就是植栽 它地上屋有什麼特徵 其實還有很多像我可以跟觀眾還有來賓分享 我們那個部落有一個地名叫Ina Lan Ina Lan就是部落 我每次在想說那個地方為什麼叫Ina Lan Ina Lan為什麼在那麼遠是田裡 那個就是有故事有遺址 你看 所以我說每一個土地的名字就是一個歷史故事 這個是相當豐富的文化的這個素材 我們今天可以好好談這個 那請問那個我們那個 因為你在排灣 排灣是排灣 一定會有很多古老的山 古老的地方 比較神聖的地方 那些命名上有沒有比較特別 或者是你為什麼 比較記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就拿我們這個 這個愛寮西上方的那個 現在很有名的一個瀑布 現在大家都認為它是一個 這個 這個 沙拉灣瀑布 沙拉灣瀑布 它的原名 它的原名是 沙拉灣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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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拉灣瀑布 這個名字是沙拉灣瀑布 那個沙拉灣瀑布 是指這個土地 所以它這個沙拉灣瀑布 原本這個 以前我們其老的那個口述說 它只是一個 它的名字叫做 沙拉灣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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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瀑布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沙拉灣瀑布 發生過事情 所以才會講說 變成沙拉灣瀑布 那個地方就是說 有一個母子在那邊被水沖掉 所以才它的名字 那個瀑布就變成沙拉灣 所以為了讓大家知道 曾經有一個這個母子 在這邊發生過的事情這樣 然後在我們有一個叫做 有沒有的那個 像我們這個 那個叫什麼區 那個我都突然忘記 那個它的名字叫做 那個打瀑布這樣 那個打瀑布就是 我們聽那個 那個瀑布就是太陽嘛 但是那個名稱 為什麼瀑布在土地上 成為它的名字 因為它曾經有一個勇士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射帶陽的一個勇士 射日子的一個故事 然後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齊老的那個 老人家的那個故事就是說 當它射下來的時候 剛好掉到那個地方 它的秘密就是叫做阿拉 所以我們這個原住民秘密的 這個有大的意義在存在 讓我們這個後代能夠了解 原來我們這個瀑布曾經 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樣 就是為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這個文字 都是用我們的古書去弄 所以為了保留這樣的這個文化歷史 就是用命名的方式去留下這個歷史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傳統領域的命名 其實實際上我們在講的核心價值是語言 你看這些傳統領域土地上的名字 就是我們的所有的每一個歷史 每一個故事 那在除了剛剛兩位分享的 在我的部落 我們有一個地名叫 不得不散 這個不散 是 甘蔗 這是很新的東西 不是我們傳統的東西 好 這個說明了以前日治時代 我們那個 堂 有跟部落的人做 我們做種甘蔗 蔗糖 來做糖 那個就是一個 歷史的一個見證 譬如說咱咱咱咱咱咱 不得不散 是專門在種甘蔗 日治時代跟台糖跟部落的人來合作 所以這些等等 每一個地名 它就是承載了我們部落的歷史部落的故事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很多很多的分享 那進行到這邊 我還光影命名的部分 一定是很多很多不同的 命名的由來 也有很多很豐富的 地名故事 但是呢 我們之後 我們的 傳統領域 土地的名字 就不再是我們自己命名了 之後就有什麼 地級靈班 然後我們去 去辦土地的時候 要問你那個地號多少 什麼什麼 你講 Is there any truth 沒有人知道 你要知道幾號 地號在哪裡 什麼段什麼段 所以這個語言的政策 國家的語言政策 有時候就會跟我們部落的土地文化 傳統裡有一些違和 就是讓我們現在失去了很多跟土地的感情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再多做討論 那我想請問洪耀 在你對現在剛剛在介入這個傳統領域的那個畫色的這個新的科技的工作的那個畫色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比較 跟傳統領域上會有衝突的有沒有 比如說你們不曉得那個地名那個地方在哪裡 你們是用什麼概念去知道它到哪裡 在哪裡 邊界怎麼去定 你們要親自到那個地方嗎 對 基本上目前我們在做傳統領域調查 原則上都是 還是要實際走訪一趟 對實際走訪一趟 目的撥害物是想透過GPS 走 把那個航機 陸機給它走出來 對然後也透過GPS去定位這樣子 機器 對 當然有些 比較 不容易抵達的地方 我們基本上就是使用空拍機 讓空拍機去這樣飛一遍 因為空拍機飛過之後它也是用那個航道 因為它也是透過GPS 它裡面也有GPS 它也可以記錄它的航機軌道這樣子 對 再來如果真的到不了的話 都還是依照老人家過去的傳統經驗 就是說 可能以我們的那個自然地形環境 來去做區隔 對 其實我們有時候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每次問老人家說 這個地名叫什麼 他們講了 然後很想問 我們會很想知道範圍在哪裡 但那個老人家因為都說 就在哪裡 有地位沒有範圍 有地位沒有範圍 對 然後有時候經過了都不知道 已經到了下一個地名了 對 其實老人家對於這個範圍好像 也沒有太大的一個明確的決定 當然這部分可能還是要再 不斷地去討論才會知道 其實我們的傳統領域很多那個 我們知道地名在哪個地方 但是是到哪個邊界 其實是在哪邊 是到哪個範圍 其實是我們也沒有實際走過 是沒有辦法去真正感受到那個邊界 這是一定的 那 請問我們的那個 那個 現在的這個 土地的政策啊 比如說對傳統裡面的畫色啊 就是命名 現在有在 恢復啦 希望說我們把土地的故事 土地的名字 把它 調查出來 寫出來 你覺得這樣對部落的文化 是一定有幫助嗎 那你覺得這個 這樣有沒有 對這個部分有沒有你的想法 或是你要分享跟大家 現在我們這個政府的這個 政策了 有關我們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的這個 轉譯畫色部分 在我們排灣 排灣部落的這個 土地傳統領域來講 比較 比較複雜 如果說我拿 我們的兵界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往這個馬加 就是馬加段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的土地 它是排灣 排灣 法灣 法灣 村的 村民的這個土地 但是它的 它的名稱叫做馬加段 這個真的很複雜 如果說我們拿到我們對面的話 我們排灣主人的土地 名下 但是它的地段就 這個叫做好茶 好茶 好茶段 這樣 如果說我們往北來講 就是說 像我們的主人的土地 但是它的段是代五十段 這樣 所以我們的兵界現在是真的很複雜 我們現在要 真的要 要走這個 這個傳統領域來講 是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因為走那個日本時代的那個兵界 雖然是我的土地 在你的那個兵界裡面 但是 因為那個 現在的國民政府 接著國民政府 也是按照那個 那個日本時代的那個劃分 就大家都認為說 現在都是走這個 日本時代的那個兵界 沒有辦法說 我們真正的這個 這個 這個傳統領域可以 劃分出來 所以這個非常困難 好 謝謝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老村長 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說的 傳統領域 我們對傳統領域的概念 跟現代的這個 土地的管理的方法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那個 那個還有很多很多 是需要透過轉型正義 來做討論的 那我們先休息一段時間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回到部落瞭望台來繼續 精彩的談論節目 謝謝大家 對我們烈人來講 這個祕名 這個地名來講 對我們烈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會比較期待是說 透過傳統智慧裡面 我們的祖先是怎麼樣去 對待這個土地的 來呀 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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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馬家鄉 排灣部落四大家族的 馬雅雅雅雅 包括 都嘎都 阿布魯 馬法六 以及巴勒樂家族 他們帶領族人回到 排灣部落的舊址 立向石頭 宣誓捍衛排灣部落的傳統領域 這些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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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 這 是 這 是 除了宣誓傳統領域 族人也帶著騎擾做部落巡禮 指出部落的傳統地名和故事 並在地圖上做下標記 就有一天那個老人家 就很誠懇地跟我們講說 能不能在我還有力量 能不能在我還有可以講話的時候 我帶你們去 我牽你們的手 去看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列區 我們的河流 我們的生活領域這樣 如果說我們的台灣的文化 如果遺忘的時候 也就是說全省台灣族的文化 已經被遺忘了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意義就是說 我們先把我們傳統禮異先發文 排灣部落傳統領域 東邊與台東縣金峰鄉相鄰 西邊與舊平和以及舊泰武部落相鄰 南邊到舍路和高雁部落 北邊到舊好茶及舊馬兒部落 重疊的部分 排灣部落族人表示 會在和周邊部落協商 好各位觀眾 歡迎再回到部落瞭望台的節目 剛剛在兩位來賓的分享 我們談論到 因為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土地政策 讓我們的傳統領域在命名上有一些失去了我們文化 原來的精神跟價值 那現在我們也透過總統的向原住民道歉 然後也積極在推動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那轉型正義就包含了土地 語言跟文化 那正好這三個關係正是我們今天的議題 就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歷史跟我們族人的族群的意識 那我們剛剛從前面的談論 講到我們傳統領域的土地的命名 那這個命名就承載了我們部落很多的故事 尤其傳統領域怎麼樣跟我們息息相關 那當然傳統領域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管理 在守護傳統領域就是獵人 那我想再從我們金天光那個Adias 獵人 可以再跟我們分享說這些地名 好 我們知道了這個地名是什麼名稱 不管它是以地貌或者是以它的植物的特徵 或者是它發生過的故事為命名的原則 那個都可以 但是這些地名對你們去狩獵 去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些地名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有幫助嗎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當這些獵區 你知道是哪一個頭目 哪一個傳統領袖的獵區的時候 你們去會不會有 那個邊界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怎麼知道哪邊是哪一個家 是道家族 或者是巴黎門人 或者是馬巴流 或者是誰的家 那個地 邊界怎麼形成 這個可能大在問 但是你們知道嗎 那個邊界 是怎麼知道的 那先從這個部分來更深入跟大家分享 這個 對我們獵人來講 這個祕名 這個地名來講 對我們獵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了這個地名 我們就知道這個地方的所在地在哪裡 我們獵人只要一知道它的地名的所在地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走到那一個地段 所以如果說我們獵人要往我們這個 我們自己的頭目的篤地去守戀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跟我們的頭目講說 我們要到哪一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告知那個地方的秘密 說要到哪裡 守戀這樣 所以我看這個 我們這個獵人的這個路線 就是按照我們的這個地名去跑 如果沒有地名 我們說真的也是一樣會亂跑 沒有地名就是沒有位置 對 就是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 所以在我們獵人要走這個 要寄守戀的時候 都是一定要知道說 這個地名是從哪裡到哪裡 然後另外一個地名是從這裡到哪裡這樣 所以說我們就一定要去認識這個地名 我們當一個獵人一定要認識這個地名 你才知道說你的方向是要往哪裡 所以到我們要寄守戀的時候 我們要跟我們這個族人或是我們頭目報告 報備說我們要到哪裡這個犯陷阱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告知說 我要從這個哪一個地名到哪一個地名 去放這個陷阱這樣 有關這個邊界來講 因為按照以前的老人家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智慧是在跟 我們要跟他們比 我們比不上他們的智慧 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意套 他們的那個對這個傳統文化 跟這個土地的這個邊界非常厲害 我們在我當獵人的時候 我爸爸告訴我說 你走到哪一個樹 那個就是冰界 你走到哪一塊石頭 那個就是冰界 所以那個就是要經常要有互動 對 所以你要當獵人 對 你要當獵人 你對這個土地上的所有的植物 你一定要非常了解 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獵人 獵人你要走一個地方 所有的植物你要了解 跟土地的那個樣貌 你也要了解 所以你才知道說 這個土地的方向是哪一家族的 所以像如果說你 比如說我們去到這個阿波羅 這個阿波羅的名字 我們比較認識 我們去阿波羅那邊 我要到這個阿波羅的土地的 拿一個土地這樣 這樣我們才拿一個方位這樣 我們才知道說那個冰界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不可能說別人的土地 我們要去 不可能會去那個別人的那個列區 一定要在我們自己的頭目 阿波羅的那個手列區 我們才可以去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對於獵人來講 獵人的那種認知土地 也是要非常強 獵人的那個認識土地一定要很強 對 也要對那個土地很熟 對 就是你們等於是你們的每天要跟它互動的地方 對 我很好奇一個問題 如果說列區一定有的地方是 把布伊末安排 對 比較容易 你的伊末可能在那個地方容易拿到 有些地方就是不容易拿到 那這個跟那個命名沒有關係嗎 這個 這個列人的這個 伊末跟那個 這個 這個列人 對這個土地 你一定要跟它符合你的那個 有默契 有默契 說真的啦 像一個地方你可以守得到 一個地方你完全沒有辦法列到 這個跟我們的命名完全無關 這個就是你的運氣 跟它的不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緣分不符合 對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族人的 大家的共識的這一面 傳統領域的這個命名 土地的命名 現在也是因為轉型正義 希望說我們把傳統領域 把土地的名字找回來 這個是我們肯定它一定需要 做這樣的一個轉型正義 那 以你們兩個的工作上 你對這方面 傳統領域找回來 跟你們兩個的工作 你們有什麼的期待 什麼樣的 你們 你們 的看法是怎麼樣 來 那個朋友 其實我覺得傳統領域的這個命名 其實在這個命名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背後隱藏了非常多的 算是祖先的智慧這裡面 對其實我們一直很期待 是說透過這些智慧 應該說透過這些傳統領域的名稱 是不是能夠挖掘到這些智慧 來瞭解就是過去 對 挖掘就是看一下說 到底我們老人家 過去是怎麼在這個山林生活的 因為其實去做一次田吊 會 就前 五月底的時候 我去做一次田吊 那次田吊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艷 因為那個老人家的那個 連那個八十幾歲都跟著我們 一起這樣爬懸崖這樣子 來來回回 就是會很期待知道是說 那這些傳統名字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 隱藏的智慧在這個裡面 對隱藏 對其實我有時候大家都會講 那個所謂的那個 競技啦 其實我說一直 因為其實我現在也有在做一些 簡單的國土計畫的一些 那個推動 我們會比較期待是說 透過傳統智慧裡面 來去探索說 我們過去 我們的祖先是怎麼樣去 對待這個土地的 對像大家有時候都會講到 競技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想讓大家都被漢文化影響 都會講到迷信 但其實我覺得 反過頭來 競技它不外乎就是另外一種 反過來講 它就是一種法令 我們自己原住民的法令 對 我們的過去老人家說 那個地方不能幹嘛 競技 那個競技 為什麼會有競技 一定有它的來源 從它的這個傳統智慧的 從這個傳統的名字裡面 去挖掘出來 才知道原來我們原住民 就是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能幹嘛 不能幹嘛 法令也是一樣 法令制定的過程也是這樣子 對所以我會一直期待是 我們這個傳統名字 傳統領域的這些地名 如果能夠從裡面挖掘出來 我們自己祖先的過去 對於土地上面的一些命令 的規範 其實很適合拿來到現在 我覺得可以改善到 改善我們現在 我們面對法令上面 有很多的衝突點 你講的我滿讚同 在一些我們的土地上 會有一些 巴力士 巴力士就是禁地 那其實禁地裡面就是有一些 立法的意涵在 那個就是 我們以前沒有法律 那些禁地就是 等於是一個禁律 等於是一個法律的一個 一個 算是精神內涵都在 這個滿對的 好 謝謝兩位來賓 今天在這一段的分享 這一段是分享比較 屬於比較地名 對於我們部落 對我們傳統領域 具有代表什麼意義 這樣比我們更深入的 的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我想很多 電視機前的觀眾 也很有好奇是說 現在年輕人的一個說法說 傳統領域根本就不必 靠一個手機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傳統領域到哪裡這樣 那當然對一般的族人 那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那正好我們今天特別請 我們的洪耀 年輕的洪耀 也在從事這一段 其實現在我們這座 傳統領域的調查 大部分我們都會比較 應該說現在的這個 GPS的功能非常 越來越多元 而且普遍到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當然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要怎麼 要讓年輕人去比較深刻的 了解到傳統領域的重要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在談傳統領域 好像談的會有一點 太過於死板 有時候會比較期待 是跟年輕人講說 我們這個地方有什麼故事 對那只是說 我們不可能讓 說老實話 現在的年輕人 不管是原住民 或者是漢 或者是白郎 漢民族 他們對於傳統文化 應該說現在的生活 早就跟傳統文化脫鉤了 對但是我們要怎麼樣 讓他們比較清楚的去瞭解到 我們過去傳統的故事有什麼 基本上 以前的紀錄都是文字紀錄 有什麼方式能夠讓年輕人 比較容易去進入這一個領域 突然想到就是 如果我們用地圖 對因為我們其實那時候就是 我們這時候傳統領域會比較期待 會先做一個模型 對做模型 其實在模型看來說 有一個方便是說 老人家他們在指認的時候 有時候老人家其實都爬不上去了 對有一個地圖模型 他們這樣很好指 對只是在指 當他們插完這些旗 點位插完之後 其實有時候這個模型真的太大了 這是前 就是大概十幾年前 其實現在也很多部落都在做這件事情 你們現在有沒有實際的成品 比如說你們有做了什麼 哪些部落可以分享 我們現在 我現在應該說我去年 開始有先做那個馬家的昆山部落 對他們的傳統領域 對那時候已經 它那個已經是做的最完整的 目前就是我手上 手頭上操作的一個 比較完整的地圖 我們也是透過GPS 然後匯制到GIS裡面去 把這些點位標出來 然後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部分 部落的 騎老部落的長輩 幸福嗎 Masaro 你們這樣的方式來去做的 傳統領域 他們都還滿樂意 尤其他們看到那個地圖 他們都可以很輕易的 他們不會講說 怎麼我們的獵人的專業被期待了 是沒有啦 沒那麼誇張 當然我們就是 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應該講說 然後就是接觸這個 接觸了這個 縣府的這些做調查的工作之後 才 才逐漸的進入到這個環 這個環節裡面 然後剛好因為也在 在那個 說辦是讀警官 不是那個警察的警官 對那個警官設計的這個警官 對剛好自己在裡面 有學的這個GIS 試著就給他進入到這個職場 對順勢的把之前學過的東西 拿來職場 再去重新運用 所以才開始一直在 因為也做了這個案子之後 然後開始各部落都有 一直逐漸在找我 協助他們做傳統領域的調查 真的是 這樣的一個新的方法 新的技術 新的科技 資訊 你以傳統獵人的看法是 有什麼樣的那個想法嗎 那個 當然這個對我們這個獵人 當然我們也是很興奮說 既然有這個機器 可以直接在那邊定 坐標的話 那我們 我們獵人跟這個 現代的這個配合 怎樣 對我們都是用這種 變質還是需要有人帶質 對對對 因為它是一個 雖然它是很方便 但是沒有人帶他去 也沒有辦法 好 謝謝我們兩位來賓的分享 那不管從獵人 或是從我們這個 現在科技的這個 傳統領域的調查的 洪耀 你們都講到了一件很重要的 的概念 就是地名就是地圖 就是我們的傳統領域的 我們的地圖 那今天的科技就是 要把這個地圖 撤繪起來 那這個是我們也剛剛講過 電子產品科技在怎麼現代 還是需要人來帶著它 好 謝謝老村長 還有洪耀的分享 剛剛分享了很多比較 對傳統領域 對我們土地上的地名 這樣它實質上精神的意義 跟它的價值代表什麼 我們都做了很多的分享 那也可以說 地名就是我們的老人家 記憶裡的地圖 那科技就是要 你們現在用的科技 就是要把這些地圖 撤繪起來 我想這個才是對我們 所講的土地的轉型正義 語言的轉型正義 能夠比較可以到位的一個方向 謝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 對 因為畢竟現在的年輕人 已經比較屬於現代 已經走過了 對 你要說回頭嗎 其實好像也是有一點難度在 那何不就順應的這個潮流 那持續地利用這個科技 把我們的傳統領域的 傳統的故事 重新透過新的科技方式 去呈現出來 好 我們的節目來到尾聲了 謝謝兩位的分享 剛剛從大家的討論當中 我們也說過 土地地名就是我們老人家記憶裡的地圖 那這個地圖如何用現代的方法 用科技的方法把它匯測起來 這個是我們可能之後要發展的 要努力的方向 那這個部分 兩個都是很重要的身分 因為我們要把老人家的地圖跟科技 結合在一起把它撤回起來 所以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當然是提升我們的自我認同 我們的族群意識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 不曉得兩位可不可以在節目結束之前 跟我們分享 你對你現在身為這樣 不管你是用科技的方法來匯測 或者是你用獵人的方式去守護你的傳統領域 去找回你的土地的名字 要如何來幫助我們部落的年輕人 來找回自己回家的路 或者是找回自己的名字 那是不是可以先請我們的獵人來回應 從我們這個開始談到秘名 到獵人 到我們這個尾聲 當然我們當一個部落的主人 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先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化 你認識了你的文化 你才會有對你的這個 對你的文化才有展現興趣 當然在我們這個部落 在排灣部落這個部分 對我們的文化非常非常的重視 在我擔任村長的時候 我們曾經為了我們的文化 召集了所有排灣從舊法灣 不管你牽到哪裡都請回來 為了讓我們所有從排灣的 排灣牽出去的所有的主人 能夠告知我們現代的年輕人說 我們的文化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部落在近幾年 在開始做我們有關文化 跟我們的這個傳統領域 當那時候我們在開始做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天使來到我們這個部落 然後也就是我們現代的科技 就是我們這個弟兄 布拉利安這個弟兄 他就突然說 大家找我說 村長現在一個大計劃說 七千萬的錢都可以拿了 其實這個部分 我就告訴我們的族人說 既然我們要玩這個部落 這個我們的文化要找回來 我們的這個篤地名稱要找回來 我們這個文化 以此要找回來 跟我們所有的這個傳統領域要找回來 人要走 但是沒有七七幫我們定位 我就告訴我們所有的主人說 現在科技非常進步 我們類人可以幫我們的七七 去到那個地段 然後在那邊做定位 當我告訴我們的主人的時候 我們年輕人 我們所有年輕人 就開始跟我們這個 普拉利安弟兄開始合作 當然我們普拉利安在這個 這個新科技的這個部分 大家比較了解 但是我們主要我們部落的 部落的族人就是要配合 告知我們所有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的土地名稱是什麼 我們的這個傳統領域到底是什麼 要告知我們現代科技的這個 這個普拉利安這個部分 我告訴我們所有部落說 你們一個都不能自私 不然的話你們的文化拿掉 所以我對我們的部落的掌握 就是要告知我們所有的年輕人 要自己在一起 說要告訴你們所有的年輕人 說要了解我們台灣的文化 當我告訴我們所有年輕人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有這種興趣 去瞭解我們的文化 所以到目前我們台灣部落的文化 可以講說90%都還很完整 所以因為有這些老人家 不支持他們的那種智慧財產 都會訴說在我們這個部分 所以我非常高興我們這個弟兄 他也很樂意用他的這個智慧 他的那個這個技術來協助我們這個部落 剛剛村長講了一個我很喜歡聽的話 傳承要需要年輕人 因為能夠部落文化深深不許 一定要傳承 那傳承就是需要年輕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科技幫助了我們 但是是人要成就科技 這個是剛剛村長也講到非常正確非常對的 那至於我們講的科技 我們講的年輕人 大概是重任住在你這邊 你是不是可以再給大家來說一說你的期待 或者是你的願望 其實我現在一直在想 當時間一直在走的時候 文化是不是也應該持續的往前走 對當然過去在紀錄傳統文化 傳統的事情 不外乎就是手稿手寫或者是錄音錄影 但是這些東西好像比較沒有辦法去呈現出老人家的智慧 這是我個人認為 對當然時間一直不斷的在走 科技也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那從過去的傳統的紀錄方式 是不是也要跟著隨著時間的潮流 或者是現在的科技不斷的在往前走 對因為畢竟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比較屬於現代 這樣講到已經走過了 對你要說回頭其實好像也是有一點難度在 那何不就順應的這個潮流 那持續的利用這個科技 把我們的傳統領域的傳統的故事 重新透過新的科技方式去呈現出來 謝謝黃耀 你剛剛講的一個道理 前進是正道 後退絕對不是回頭比較難 那前進是正道 那如何前進找回我們的名字 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部分 那回歸到我們的今天的主題 名字因為有了名字所以我們才認識它 不管是土地還是人或者是族群 有了名字我們就認識它 我們就有了感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名字找回來 不管是土地的名字 族人的名字 或是文化的名字 我們要把它找回來 讓我們原住民的各族群的文化 能夠持續的傳承下去 好 謝謝各位觀眾的觀賞 我是節目主持人曾友欽 下禮拜十我們再見喔 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我是節目主持人的 謝謝兩位 我來賓 我們來賓 我來賓 我是節目主持人的 我來賓 我來賓 我是學生 我來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